年糕不含糯米 以后不敢吃了 还有是不含糯米 还啥啊 九祖不赖感觉 满满科技与合博 可能他对我们的宁波年糕 是特别的了解 确实很多家人印象中 我们宁波用纯糯米来做的 今天那节用一条视频 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宁波正宗的水磨年糕 不加糯米是怎么做到 暖落 Q弹 九祖不赖 我们用的都是今年的新米 又叫金米 米需要齐钱泡十小时以上 传统的工艺是用老底子的模具 将米粉一点一点磨成米浆 接着就要上锅 蒸 把米浆煮熟 我们用食槽不停地敲打 直到年糕变得软弱光滑 以前我小时候 每家每户都会打年糕 机器呢会给年糕塑形 年糕软的时候可以直接吃 我们小时候就会等在 年糕出来的地方 包剁蔬糖 榨菜 现在很多的老底子工具 都被机器代替了 但是方法和理论是一样的 您不许摸年糕不含糯米 九祖不赖 是它的特色 不是因为加了焦或者黑科技 娜姐家的年糕 你们可以放心吃 你们喜欢吃不含糯米的年糕吗